她里边还说到了一个爱情的生物钟 你们有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这段恋爱 形成了跟人不太一样的作息和生物钟 15号 我之前是谈过一段 生物钟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完全就相处不了 就沟通不了 当时大学嘛 我白天上课 然后晚上睡得也不会很晚 然后她是属于就是 日夜颠倒着打游戏 到后来就不想谈了 谈不下去了 然后想问一下 如果是你两个人的生物中不一样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 A 两个人生物中如果不一样的话 我认为应该会慢慢地磨合 爱情它是有个磨合期的 这个磨合期 如果你们在这个磨合期磨合成功了 你们也就上岸了 如果磨合期失败了 那就各找各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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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